哈喽,大家好,宇宙生命而又奇妙,在宇宙中真的存在一种生物,它们不靠氧气和水都能生存下去吗? 科学家们,把它们叫做金属生命体,在电影中我们经常能看到,比如变形金刚,万星生命等,在宇宙中会不会出现呢? 我们来探索一下,宇宙,宇宙是十分广阔的,它没有边界,在宇宙中存在着各种各样神奇的物种,地球上没有的物种在宇宙中都可以找到,宇宙的神奇,是我们人类的智慧所达不到的,在过去的几十亿年当中,人类在地球中占据了领导的地位,这个领导地位坚持的,实在是太不容易了, 因为有很多地球上的生物在和人类争夺这种领导地位,但是最后它们都败给了人类,人类足以在地球上任何生物面前,好好的炫耀一番,因为人类实在是才有智慧了这种智慧,是人类拥有了适应环境的顽强能力,也是这种能力使人类在地球上生存了几十亿年,地球对于宇宙而言,只不过渺小的像一粒尘埃, 通过科学家们对宇宙的研究,我们越来越对自己的存在,感到贝微而又可怜,因为宇宙实在是太广阔了,在宇宙中有很多其他的神奇生物是我们所不知道的,宇宙究竟有多么广阔呢? 这个问题实在是超越了人类的想象力,宇宙真的有边缘吗?恐怕我们毕生的能力也无法得知 拿太阳来和地球做比较,一个太阳的大小有十个地球那么大? 从这个数据,我们可以看出地球的宇宙而言,其实连尘埃都不算,当原来到达了宇宙的边界,会不会发现有一堵墙来阻碍着自己? 会不会通过这堵墙,看到一个和自己一模一样的自己呢? 希望在未来的某一天,有科学家可以在宇宙中发现这种金属生命体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